目前這個三角自拍棒已經調到最高的高度 我個人是180公分 這個已經到了肩膀的高度就還蠻高的 這樣就有更多的鏡位可以做變化 像是你要拍一個很大的景 然後你整個人都要入鏡 這個高度就非常適合 那你假設你要拍眉腿啊 就是腿要很長的照片 那差不多鏡位在肚臍左右 你也可以輕鬆執行 那你的自拍棒如果就這麼矮 你要怎麼拍上面那個大頸的部分呢 你就比較少拍攝的位置可以放啦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角甲已經到了最高的高度 那我個人是180公分 那這還蠻高的已經到了 應該有肩膀的高度了吧 就鏡位有更多的變化 你可以拍像是胸上的鏡頭啊 或是你把相機拿很遠很遠 你可以拍超級大整的鏡頭 就是有更多變化 那你假設你要拍眉腿那種 你就是差不多放在腰的位置 肚臍的位置啦 這個高度 然後你可以放去拍你的長腿美照之類的 OK 那目前這個自拍三角甲已經到最高的高度 那我本人是180公分 那這個高度已經到了我肩膀的高度了吧 就還蠻接近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的鏡位可以變化 像是你想要拍胸上的鏡頭 或甚至你把這個高度 然後拿很遠很遠 你就可以拍大景 就是大環境的 就是假設你上面有一個建築物啊 你想要把那個招牌也一起入鏡 那你這個高度就非常非常適合 那假設你要拍什麼沒腿啊 就是看起來腿很長的照片 那你差不多鏡頭就放在肚臍左右吧 肚臍左右的高度 你就可以讓你的腿看起來美美細細長長的 反正 有這麼高的高度 你就有更多的變化 可以去拍攝不同的方式 或是你可以放很低按 然後拍一個很酷的仰角的自拍 也是還蠻酷炫的吧 就是有這麼高度 高度 才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 好